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堂头,自由高照 我们来到了这个10月15号的礼拜四的早餐 今天早上有我家吗 有我佑玄 我们还是从这个外国来讲 我们先讲佑玄 你这前几天你一直到这个外国去了 你去了哪里 虽然是到外国去 但是这个外国离我国很近 很近的外国 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邻居 一就是泰国 但这回是走的比较远一点 是到了这个羌麦 这个青麦这边去 所以青麦这个地方应该说是泰国的农业 农业一个基地,对吧 对对对 而且靠泰国的北部 北部那么是一个产米的一个基地,对吗 对了对了 那么青麦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么青麦基本上我到这个地方 正如你所说的 给予我这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它这一个农业是相当的发达 那么同时呢 他们的这个鲤鱼业也是比起我国的话呢 也可以说是更为的进步 那么到这边 这个人民是非常的热情如火 虽然是不懂得泰语 但是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这个举止之中呢 就看得出他们那一种热情 所以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 那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到这一边呢 基本上是要看一看它这一个老虎的这个村庄 它那边有这个Tiger Adventure Park 那么基本上可以跟这个老虎呢 来一个近距离的这个接触 那么如果你再往前走一点点 就是到这个羌蕾这个地方 那么羌蕾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就有这一个场景的这一个村庄 那么这边的妇女都是长颈的 用那个一圈一圈的那个环 对对那个环 据说就是一年就加一个环这样子 所以就是他们年纪越大的话 那个颈脖子就越来越长 所以这个是相当的 对我来说是大开眼界了 会不会觉得有点残忍的 基本上 或许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是如果我们把它联想成 中国的这个三寸金莲 就是这个残脚 基本上也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残脚在当时呢 可能就是他们认为说 女生残脚才美 那么他们还是延续着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观念 就认为说这个女生的景象呢 脖子呢越来越长就越来越美丽 所以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那我其实我在中国也看到过 有一个这样子的民族 忘记了这个叫什么民族 不过泰国是 是一个一个大象之国吧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大象呢 倒没有时间去看 倒没有时间去看大象 对但是那一边的人 的确是以这个大象为傲了 你买的纪念品 通常都是跟这个大象有关系的 对你要说老虎 应该是人最多的联想到 是马来西亚嘛 因为马来西亚 你看这个Mayban 就是一个老虎 这个形象对不对 其实到处都是用老虎啊 我们一些一些周鼠啊 或者是什么国徽啊 这里面都有这种老虎的这种图案 对对对对 但是在这边它出名的基本上是一个 一种白色的老虎 是相当罕见的 那叫什么虎呢 叫白虎 还是叫老虎 但是叫白虎 白色的这个老虎 所以你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Tiger Adventure Park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老虎 所以是相当相当的 怎么说 精彩了 可以说 可以说到这个老虎啊 其实我不知道泰国现在 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老虎啊 不过在马来西亚 你很少看到能够看到这些老虎了 到底有没有也不知道了啊 但是在东 在中国的这个东北啊 这很著名的一个虎种啊 叫做东北虎 东北虎呢 现在在中国 其实野生的东北虎啊 只有20只了 原来我记得 我记得在这个 中国出现过一次 一个一个很荒唐的故事啊 就是有一个打虎的英雄 对吧 就拍了一张照片 就就放到网上去了 然后呢 就是有打假的人 就专门来来打假 就是结果就是报说 这个这个人 这个打老虎啊 近距离就拍老虎 在陕西的某一个地方啊 说有这个东北虎 结果呢 最终呢 被被说成是一个假的 那是一个是一个 故意的这么一个 造假的 造假一个宣传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要播一 要中央政府啊 播一笔款项 去保护 那个野生的这个动物资源 嗯 就哎 中国这个造假的现象 是太严重了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造假的 这个出发点 还是好的吧 怎么 主要就是引起 这个中央的这个政府的 这个关注 关注什么 就是关注这个 瓶林绝种的 这个老虎 就问题在于 它那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老虎 哈哈哈哈 所以问题是这个 对 造假的有点过分了 这个是 所以你看 最近呢 中国呢 就展开了新的一波 就是现存东北虎数量的调查 就发现在中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 就只剩下20只了 那东北虎呢 其实是世界十大的 瀕临危机的 这个瀕临绝种的动物之一 最近世界上呢 不到有百分之 不是不到500只的虎了 就是老虎只越来越少了 其实呢 还主要是分布在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远东地区 那么中国东北呢 有一小部分 那中国野生的东北虎呢 主要呢 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 这两个省的 东部的长白山地区 这一部分呢 在中国的一个 中央的电台就说了 06年到07年 这个野生东北虎的数量 调查呢 黑龙江的呢 有12只 吉林的呢 有8到10只 最近几年呢 中国开始进行的 各种保护措施 加上民间的一些团体协助 东北虎的数量呢 似乎开始有一点点的增长 但后来黑龙江一带呢 却又发现死亡了 一些东北虎的这个尸体 目前中国境内的东北虎呢 的确数量就不足以20只了 而且报道还没有说明 有多少只野生的东北虎 他们这些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不过去年10月份呢 有的媒体就报道了 黑龙江 有一个地方叫做密山市 发现了一只 他的颈部啊 这个老虎的颈部 遭到了钢丝 这个圈套 勒住的这么一个野生东北虎 发现了这么情况 就表示出这个黑龙江呢 目前呢 他们有人要捕杀这个东北虎 所以你看 这个如果万一这个东北虎啊 在这样子死下去的话 预计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 中国东北虎的数量呢 就会越来越少 这是肯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个靠这个民间的团体 还有这个志愿团体的去做 并不足够 还是要看这个中央这个政府呢 到底他们在这个保护 平临绝种的这一个 无论是老虎也好了 或是一些穿山甲等等之类 非常稀有的这些野生动物 他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努力有多少 基本上我到泰国的时候 就跟这一个老虎员的 这个负责人就聊天 就也谈到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 他说泰国政府基本上在这一边啊 虽然说不是很积极 但是还好 还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努力 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呢 基本上因为这个泰国清迈这边是相当接近这一个边界的 所以在边界地区这一边啊 他这一个执法不严的地方 基本上这个人们 他们在猎杀这个老虎的活动还是大 应该是相当多的 主要就是猎杀老虎之后呢 就把这个老虎的皮啦 这个骨啦 虎边啊 都制成中药 因为他们知道 在他们北上 就是中国这一边 这个市场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基本上就是看这一个执法单位 在执法的到底严不严厉 法律存在并没有用 但是你要这个执法人员去运用这个法律 赋予你的权力 去取得这些烂杀老虎的人 马来西亚也有这一类的保护 对对对 我们马来西亚有森林警察 你知道吗 这森林警察啊 独立前就已经有了 对 独立前就已经有了 这种森林警察了 而且他这森林里面 就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啊 也不让他出来 因为有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呢 会影响到居民的安全 对吧 但是呢 也不允许人家呢 就是随便到这个森林里面去打链 对对 就过去一直在英知名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呢 因为我父亲的哥哥呢 就是这个森林警察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这个 独立蛋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当时那个住在森林的边缘 我父亲的家在旧货那边 也是住在森林的边缘 所以就知道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 对对对 但是我 依我所看 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努力呢 还是有待改善的 对对 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空间 因为我们看一下报纸 像在这个报纸 好像几个月前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走势的这个集团 里面就是他们走势这一个蟒蛇 走势这个穿三甲 这个龟 就是很稀有的这一个龟的这个品种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在报纸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一个走势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大 他才会在这个报纸上就曝光了 但是每天都有大大小小 非常不非常多的这些走势的活动都在进行中 但是并没有获得这个媒体的关注 因为数量不够大 对对对 再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些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被执法人员抓到的时候呢 可能就有些曝光 但是很多情况下呢 都绕过了这个执法 对即使是执法人员 我们也不能排除 即使执法人员给执法人员逮住了过后 还可以用钱去解决 去解决这些 对对对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消息啊 这个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关注啊 在这个社交网站面子书啊 Facebook在前年 他创建了一个友情版面 前年的时候 那么在接下来呢 又制作了一个名为就叫 US的这个情侣版面啊 有情版面和情侣版面啊 这个情侣版面呢 它的形式呢 就跟有过去的这个有情版面呢 有点类似 他大秀这个用户和另一半的这个合照 这共同呢 这他的一些朋友啊 以及他这些名单的共同的一些发文啊 等等的 就是他跟他的情侣两个人同时去使用 这这么一个 就是他专门是为了这个 他表现他自己跟情侣在一起的 这么一个 一个网页啊 包括他的这个头像的都是两个人的 分成两个人的 就他用了一些的工具啊 使得你感觉到哇 非常的这种甜蜜啊 非常的这种美啊 是真正的甜蜜还是做出来的 这是做出来的 这是做出来的 就是说你真不真的 只有你知道 但是在这个Facebook上面呢 是的确让你觉得非常的甜蜜 OK 有人也非常喜欢这种新版 觉得他甜到爆了 而且还有人觉得甜的过头了 有点恶心 甚至是侵犯隐私了 再加上一旦分手的时候 那怎么算呢 对啊 就是甜的那个时候甜的那么厉害 就咱们讲国手 国手这个宴会啊 那么隆重啊 那么国内外的这个高官险要 全部都出席了 对不对 甜的一塌糊涂了 对不对 甜的一塌糊涂了 到时候就是 就是这个球 与拍打球啊 一拍两散怎么办 对对对 就让我想起一位朋友跟我说的 常常就有年轻人在说 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想 结婚到底是两个人的事情 还是两家人的事情 是 而且看来我们的国手结婚 是整个国家的事情 我就在问 这是你家的婚礼 还是国家的婚礼 应该是国宴吧 这个是国家的婚礼吧 如果 要是他们要善用这种这个新型的这个面子书 情理面子书 我看这也很难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放两个人 他中间还有一个人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这就糟糕了 这个情理面子书要另外多加一点功能 不过据面子书这方面说 新功能呢 他在数日内呢 就 完全就推出了 不 不适用于智能手机版 暂时 对不起 你还只能是用这个电脑 不过 用户呢 在个人的资料 在关系栏 这个上面呢 就可以填上情侣的名字 这个是别的 他不给你这么做的 但是在情侣这一页呢 是可以的 所以面子书呢 会问两个人关系是否属实 到 双方都已经承认之后呢 双方的主页会自动的更新成我们版 就是两个人共同的这个版面 他虽然假的就不可以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就通过这一个网 这个网页呢 就去跟亲朋亲友分享一些 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些照片 一些生活点滴 这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 现在你觉得 你觉得这种东西是 是什么人愿意玩这种东西 我相信非常多啊 非常多 非常多这个年轻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这一个感情世界呢 就是放在这个阳光底下 让人家知道 这就是好像向外界就是宣誓 我们是多么的恩爱 当然这个是在这个秘运之中 就是爱得要生要死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 结果越来越成熟了 年纪越来越大了 就转入地下了 对对对 就转到另外一边去了 就转到另外一边去了 转入地下了 但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人会对这样子的这个网站呢 感兴趣的 肯定会有的 因为我们在这一个原本的这一个普通版的这个面指数上面啊 都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系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目前跟谁在这一个热恋当中啊 很多朋友都会毫不犹豫的啊 都是放上去让全世界都知道 好像有一点宣誓这个主权的味道一样 这样子他是我的了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转一个话题来说 也是中国的一个话题啊 这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贵党啊 贵党的前总会长翁之杰啊 他也曾经到过这个北大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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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A的一个一个一个学院 商学院呢 去进修过 对我们现在看着 你的东方日报啊 在有时候在封底的这版面啊 就登出了很大的一个广告 这专门就招收的 其实呃 这些学费都是非常昂贵的 不便宜的 对对对 那么呃 在中国呢 现在呢 这个最流行的就是这种呃 EMBA这个学学士 呃 硕士的这个学位 呃 这EMBA不是说 每个人想去学就学了 哈 那么呃呃 在这个 在中国所谓的这些商学院啊 都是一些啊 怎么讲富豪了 嗯 明星了 这个呃 高管了 这个所以呃都 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比如说呃 这个长江商学院了 中欧了 北大了 等等的 这些全部都是这种精英 嗯 所以你了解商学院其中的一些神秘的这个人际生态的环境呢 呃 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呢 就是一头就砸进去 这个EMBA 就是说你今天啊 在这个圈子里面啊 就是说呃 这种所谓的上层的这个圈子里面 就是问你 你你是哪里出来的 嗯 你就你就最好告诉人家 你是读EMBA出来的 嗯 你要是不是读EMBA出来的 你简直就是见不得人 见不得人 啊 就容不进他们的圈子 对 你容不进去那圈子 你要试的话呢 你还行 而且呢 还有这种同志的感情 还有这种同学的交易交情 英雄是这个重英雄是英雄的是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不是EMBA的学文 这个学员的话呢 你没有经受过这个呃 这个培训的话呢 你最好见到朋友呢 你就不要把自己的名字给说出去 哈哈哈哈 有点可悲了 对 可悲 但是你看啊 这个EMBA啊 呃 呃 在在读的时候呢 都有的是呃 一年多也是两年啊 嗯 呃 时间 但他很flexible 啊 就是你有事 你还是可以离开的 嗯 那你要交那么多钱 多少钱呢 那个学费 说出来 你猜猜猜猜猜 呃 呃 呃 你猜猜猜 我看大概是五万人民币吧 呃 你真的胆子不够大 啊 胆子不够大 再给你吃一颗胆 你看再说一下 十万 十万 嗯 你胆子还是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十万啊 十万人民币 十万人民币 你胆子太小了 EMBA 你胆子太小了 这这一个有没有 这一个所谓的包毕业这一个 呃 这有没有这样子的 这一个保证 其实他不需要包毕业 因为他不是考试制的 哦 呃 他是这种呃 呃 这种答辩制的 论呃 论文答辩制的 你写一个论文出来 最后你去答辩就可以毕业了 就把你在这个商场上的这些 知识累积的这个经验知识 都把它放进去 而且他他首先你你你进来 这个EMBA的门槛就有的 什么什么门槛呢 这门槛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你能进来 就至少是总裁 或是这个对对对 管理层以上 对管理层以上的 要么你是大明星 你告诉我你拍过多少个片 啊 要么你就是呃呃 比如说银行的什么 分行的行长啊 之类的 要不你就是你身价多少也可以 你身价五个亿 还是十个亿啊 这样子可以考虑 所以就像这个这个名车 这个Ross Roy一样 就算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 对不对 对 要有一定的这个身份 才可以 所以所以你问到这个 人家的学费 学费不是他们关注的这个交点 没人问就是说学费多少钱 他说人家要问什么呢 呃 我的同学是谁呀 嗯 哈哈 我要进来的时候 他不问 这这说多少钱 那为什么呢 起价五十万 嗯 五十万 最高的有七十万的 这个学费 五十万 五十万人民币 嗯 啊 五十万人民币 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 哇 这值得吗 我说我学完了 我出来 我一辈子也可能没赚回来五十万 就一辈子在还学费 一辈子还学费 他问题 他他他他不关心这个地方 他关心什么 他关心 我我我去那边 啊 我的同学是谁呀 我能够认识谁呀 啊 谁是我的导师 谁是我的教授 这个完全了解 嗯 我这一个学费 我我并不介意 不介意 我就是想知道 我的学长 对 有谁 有谁 啊 这个跟我同这个同班的同学 有些什么人 对啊 所以基本上花这笔钱 去买这个人际关系 对 哎 哎 你说到重点了 这个这个你就说到重点了 这这非常的重要 啊 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啊 北大风啊 这个汇丰学院的一个啊 NBA的班主任吧 啊 他这个班呢 有六十个学员 就有十多个 资产在几十亿以上的这个学生 十多个啊 六十个人里面有十多个 而且呢 这些不隐形的富豪平均年龄居然都不到四十岁 十几个亿啊 他也不到四十岁 你说又年轻 有为有钱 对吧 所以这个NBA的就像是一线的品牌的一种奢侈品啊 能买得起的对价格都不敏感 对你说你学费是多少钱 这个对他们不敏感 所以在他印象里面呢 就是学员很少关注学费多少 他只关心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谁是我的老师 他有没有资格来给我上课 第二我的同学是什么人 他们能带给我些什么样子的价值 对于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男性的学员呢 会比较关心的是同学的失利啊 或者他这个同学在什么领域里面 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不过对于一些未婚的女性的学员呢 就特别关心啊 这个班上未婚的男同学的比例是多少 就借过这一个上课来认识一个金龟系吧 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他这个班上有一个三十多岁的这个女性啊 他已经在美国拿到了大学的博士的学位了啊 他曾经是任职在这个摩根斯特利 在海外的一个NBA和这个国内的NBA之间的最终 他选择了在这个国内在中国 那因为他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他又遇到一个同为是精英阶层的另一半 为了这个等待单身贵族最密集的那个班级 就是说我们要看有多少个 如果三两个太少了 要七八个或者十几个这样子 这样子命中的这一个发现率会高一点 就比较高了 所以他为了等这个班 他一等等了一年半 之后他才才进到了那个班里 就行业不上班 就是不上课也要等 对不对 对 所以呢你看除了这些之外呢 你看有几大的商业学院呢 都有不同的群体啊 比如说叫做中欧商学院 这是北京的一家也相当著名的 那他就集合了很多的这个外企啊 ID企业的高管啊 走国际化的这个道路 还有这个经常请这个李嘉诚上来的 这个长江商学院 他呢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富豪俱乐部 经常呢都有一些名人呢 明星啊 这些出现 对啊 刚才我说了这个北大这个汇丰 汇丰这汇丰就是好像这个 什么上海上海香港民航之类的 这一类的啊 那么因为他这个因为他在本地嘛 他有地缘的这个优势 就集合了包括深圳啊 香港啊这些最顶级的这个民间的这个企业家 民营的企业家啊 所以你看就很多那些都是房地产商啊 什么的这些人啊 所以呢一个这个就读这个长江商学院的一个光大银行的这个高管啊 他就开这么一个玩笑 他说他说啊 中国光大是不行的 因为他在光大银行吗 他说光大是不行的 一定要长才行 光是大不行 要长 要长才行 对不对 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 你要问阿龙了 阿龙会比较了解 阿龙会比较了解 其实他这里意义的就是这个光是光大银行不行 你要到长江商学院 学过了你才可以 这个有意思 有意思吧 就是说啊 中国中国的这些这些事件呢 就啊特别的多 呃 那么呢 曾经呢就有呃 一个这个 有个先生啊 他的EMBA班里面啊 有不同兴趣的这个小组啊 他们怎么分的呢 这些不同兴趣的小组啊 就比如说呃 茅台组了 红酒组了 东关组了 澳门组了 麻将组了 高尔夫组啊 等等的呃 分分成这些小组 所以就跟这一个大学的这一个兴趣班啊 是有意义同工的这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兴趣是完全不同的 对不对 对 比较高档的兴趣了 嗯 比如说在这个呃 深圳的高尔夫球场呃 呃 有一有一栋别墅 其中有一个学员 他就在那个深圳高尔夫球场呢 有个别墅 那么呢 停靠着呢 一辆啊高大黑色的这个路虎和两辆这个啊优雅白色的马萨拉迪我都不懂这什么车 马萨拉迪这个是意大利排跑车 哇天哪啊啊这个这个车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一天AES排到啊 目前历史上在我我飞的最快的一辆车啊被AES抓到是跑了两百多个两百个多个公里 啊哈哈哈哈啊就是这一个牌子 OK你看哈他一出门呢根据当天的场合呢或者衣着的风格来决定要开哪一辆车啊 他这些名车都有了他要要开哪辆车呢看天气啊天气看天气看那个这个呃是雨天呐晴天呐呃还是刮什么风啊 对吧那决定那么阳刚或者是贵气的啊这个车由他自己来选 但他别墅前后呢都是有绿荫的这个庭院啊鲜花盛开 那一楼呢是这个餐厅啊大的会客厅二楼呢就有这个装修的很别致的这个茶室啊 里面还有存了一柜的这个成年的普洱茶 那么还有一个啊常温12度的红酒的酒酒酒酒告 哇你看这他什么还甚至还有什么雪茄市啊 抽西嘎的这个这个地方 嗯那这样一个地方呢这个这位先生呢 他除了公司和家最常来的这个地方呢 他在这个地方的经常代课啊举办一些小范围的这个 轰帕我不知道就是轰帕什么轰帕就是这个轰帕 就是在这个轰帕轰帕家里的这个派对啊这样子的 在他有自己私人的厨师啊啊这个啊做一些私房菜啊啊 这里呢也是他和其他几个呃一NBA的呃班里面要好的同学的 一个据点啊他一边就给给别人冲茶 一边也就说这过去二十年的事业是干出来的 未来二十年的事业呢是玩出来的啊 这要靠勤奋要靠这个人脉 所以你看到这个一NBA的整个的呃这个concept吧就是啊我今天已经是富人圈子里的人了 那么我就要维持这个富人圈子里面的这种状态 维持富人圈子里面的这个呃这种社交啊呃这种这个生意的这种往来啊 这种裙带的关系啊这种捧党的这种关系啊都是靠这样子的呢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你又没有感觉到啊呃我们常说这个一个社会的两极化 嗯贫富全数啊贫富拉开了啊 嗯那么啊他们呃通过这样种关系的话呢就更加就是巩固了 对就是稳定了 这是肯定的事情 而在马来西亚也很多啊嗯 那我们看一下我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 嗯基本上当你事业有餐了你生意做大了之后啊 啊你这个三餐已经无忧了 嗯而基本上你就会向更往更高的城市去对 就是要有名字了啊啊 所以这就是这这个时候就是你出来就是搞这一个啊 这一个社团嗯搞这一个组织啊当总会长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啊那么你有了这一个名之后呢 基本上你所参的这一就你说聚集在一起的那一个人的那一个社群 对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阶层又不一样了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精英的这一个圈子了 嗯所以当这些人他们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在谈着这个钱谈生意经 是 所以如何赚更多的钱 嗯所以从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两这个社会的这个 这个秉赋悬殊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因为你打工的话你始终是打工的 嗯啊你没有办法参进他们的这个社群里面 嗯啊所以你更加不懂得他们在说些什么东西 是啊所以就永远在打工 嗯那么老板的都谈这些生意经 嗯啊都一直每天满脑子在想这怎么赚钱 所以钱就越赚越多了 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他这这种这个EMBA的班里面 还有很多这种现象 我在举另一个故事啊 嗯有一个人看他这个班影的女同学 有一个小姐 呃他说呢呃他的这个拆迁能力啊 呃他形容呢就是精为天人叹为观止啊 所以这个小姐呢初出来乍到的时候就成为 这个班上所有男同学关注和热捧的一个对象 嗯啊他很年轻二十六七岁啊 皮肤又很白气质又高雅啊 五官又精致 简直就像这个韩剧里面的这种啊美女啊 对韩国的这个美女身材又火辣啊啊啊还经常穿一些低胸的衣服啊 那么啊紧身啊拍照啊吃饭的时候呢胸啊蹭蹭蹭就就两个肉球就就 就往外往外涌啊往外跳啊就这个搞到这个班上的男同学呢就不能把持不住了哈 他开着这个白色的保时节来上课啊自称的父母呢都在新加坡的啊经营的家族的生意 他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但是从来呢就不缺钱用 生活起来那些用品啊都是极品啊啊都是很昂贵的名牌啊的这东西啊自己本身呢有很聪明有很智慧 对文学呢还有一些修养你你你看他自己说起红络梦来他从头到尾啊说的滔滔不绝 那你看这还不够还不够吸引人吗 那么还温柔嫩媚精通风月擅长呢撒娇啊发爹啊这些都会啊 就是男人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抗拒 就是你要拿阿龙来就是四个阿龙也顶不下这一个对吧 所以呢就是啊记得有一次吃火锅啊说是这个小姐的穿着低胸紧身的裙 这个扶身就帮别的同学加菜啊这一家不要紧就是被被加了菜的这个男同学啊就热血就膨胀啊 马上就热血沸腾起来 沸腾起来了 所以你看啊这么一个小姐在这个EMBA的班级里面啊 她集合了优雅了啊 知性了啊 性感啊 所有这些女性的魅力于一身呢 啊又显得如何的风流 结果呢这给男人的一种呢 非常致命的这种吸引力 嗯啊 所以这个就发现另外一个奇迹呢 就是说课堂上面呢 你也常常见不到这个小姐 但是呢各种大小的活动里面呢 他一定会打扮的跟明星一样的闪亮登场 甚至呢他还频繁的参加商学院的其他班级的这些活动 所以这个行为在圈内称为什么呢 叫串班 你本来是这个班的 你不在这个班好好上课 你串到另外一个班去了 这叫串班 那么男同学呢几乎都有家事 因为都是相对成功的人士嘛 对吧 所以这个EM小姐呢就自称就是单身的 他就说他只谈恋爱不结婚 只谈恋爱不结婚 嗯 结果一些的男同学就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因为你他知道你不需要结婚吗 对对 我也不需要担心 我不需要害怕 就就常常呢就一致千金了 有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这小姐呢就随口说要去澳门玩玩 结果呢就有同学啊 该包下了一个直升飞机 就跟他去澳门去玩去了 所以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从来就不缺钱 对对 这不仅是包直升飞机 到了澳门还包了房子 让他这个玩 花费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发费多少钱 三百万 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个小姐就在商学院里面呢 像走马灯似的 他一共就换了四个男朋友 从中年的大叔到这个 这个富二代的这个小伙 换了四个 其中他有丰富的这个收获 什么收获呢 他得到了两台百万以上的豪车 就就 还有包括他得到了四套这个豪宅 四套豪宅 比如说中兴的红树湾 中旅的国际公馆 这个香榭利的花园 水泄花在内四套 你看 他三家投资加起来一共是几百万 包括还有这个美容院的生意 你看 这个投资花得来吗 这个投资花得来呀 当然花得来 对啊 这个我们在这边讲上 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讲上十年 都不跟人家玩一玩了 对对 就到澳澳澳 我们这边玩一趟 是三百万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东西哈 就有一些东西 是不是我们普通 我们马来西亚人想象得到的 你想象不到 为什么这个外面世界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精彩 是不是我们今天讲了 有实力的啊 就可能 哎呀是不是我也该到中国 去读一个EMBA回来 你一读就好 一读就回不来了 一读就回不来了 就回不来了 就扎在那边 但是即使你是 这个省吃省用 你存了一笔 先打算去读这个MBA 但是这个EMBA 这边也未必收你啊 要看你这个履历 你的这个背景是什么 对你不够 你不够那个资格 你不够班啊 所谓的说 好了那我们 一会儿回来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呢 我们接下来讲 国内的课题 今天呢 是伊斯兰的这个元旦 是阿瓦 穆哈兰 是一个值得 穆斯林庆祝的日子 也就工作我们这个 穆斯林的兄弟姐妹们 的这个 斯拉曼 哈利 阿瓦 穆哈兰 听榴莲台 请言论自由 我是孙和声 榴莲当头 自由高照 我们又回到这个 天马行空节目现场 现场 有我加码 有我又全 我们来看哈 就是啊 昨天我们也曾经谈到了 就是说 呃 首相啊 在这个迪伯瓦利的时候啊 就是来到这个黑风洞啊 也跟这个英译的同胞 一起过了一个迪伯瓦利啊 而且在迪伯瓦利的 呃 这个过程里面 就谈到了 黑风洞的这个计划啊 就是说这个雪州呢 呃 在呃 黑风洞的这个附近 要建一共 这个二十九层楼的 这个公寓啊 当时就说 为什么要建 这个二十九层楼公寓呢 就破坏了这个 这个环境 对对 这个人们的这个资源 对吧 呃 当时就有这个国大党人 就抗议这件事情 后来呢 我们又听说这个 呃 雪州这方面呢 呃 刘天球 他去查证了一下 呃 结果呢 在二零一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份的时候呢 呃 就前朝的政府呢 就通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图册 呃 就是呃 呃 同意在那个地方呢 建这么一个 一个大楼 所以这件事情上呢 就成为了一个呃 什么一个宣传的一个焦点了 呃 啊 啊 我们看到这个雪州行政议会呢 呃 在 昨天 就呃 开了一个会 就决议 呃 让这个大马工业发展委员会啊 呃 前任的总监 呃 来出任调查黑风洞公益发展计划的这个批准事件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呃 对于这个首相呃 昨天批评的这件事情呢 雪州就反驳了 他说呃 这只是一个博取宣传的手法 并且说呃 没有经过程序呃 沦为这个施政的一个负面教材 呃 大臣卡利呢 在呃 今天也发 昨天也发表了一个文告 他说这个纳吉宣称呢 国阵呃 重新执政雪州将取消上述计划 这么一个言论呢 很明显是想要这个获取宣传以支持的这种言论 而不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呃 他说首相呃 这种做法呢 是对良好施政的一个负面教材 毕竟任何发展的计划呢 都呃 取消都是需要依据必要的这个程序的 呃 从这一点看呢 雪州政府呢 确实是呃 好像是有意呃 是要重新检讨这件事情 呃 就是呃 会会 可能也会要取消呃 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呃 我觉得这几年的一些一些变化啊 的确是一件好事 就是说啊 比如说包括啊 苏丹街啊 那我们不是建那个那个捷运的 对对对吗 也有人的说 呃呃 这个是不是 是破坏了这个古迹 古物啊 这些那包括这个黑风洞 也有人提出这样子的这个 一个呃 一个批评说啊建公寓是不是破坏了这个风景 对 破坏了这个啊 这个也是古迹文物啊 对吧 呃 过去一般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呢 可能政府确实不注重这个方面的问题 但现在呢 就是啊 人民有这样的一个觉醒呢 呃 政府也不得不注重啊 这方面的问题 但问题呢 又出现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呃 呃 在注重这个问题的同时呢 就呃 是不是要把它变成呃 呃 两个不同阵营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指责 或者是谩骂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违背了这个啊 这个事情的本来应该去去跑的那个方向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一个我赞同你所说的 就是这一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看到好的一面 嗯 就是基本上呃 当以前这个雪州的政府还是这个国阵的时候 可能这样子的这个事情 不会获得这么大的这个回响 嗯 嗯 啊 但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雪州政府是这个名言 那么中央政府是这个国阵啊 所以双方面都会为了这样讲穿了 都是为了这个选票啊 就是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加的符合这个名义 而如果是人民反对的话 如果在换作以前的话 或许他们的反对 这个声音是不被听到的 是完全没有被重视的 但目前为止呢 人民他的这个反应的这一个声音 嗯 至少两方面都要听取 因为都是为了选票 是 所以这个是好事来的 嗯 啊 当然我也赞同你所说的 目前呢 就是似乎双方都有意把这个东西呢 嗯 把它进一步的政治化 嗯 那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跟人民所要看到的这一个结果呢 就被盗而驰了 被盗而驰了 因为基本上人民都希望说是可以借助 这 无论是明年也好 国政也好 就把这个东西给解决掉 嗯 因为毕竟大部分人的这个意愿呢 就是不希望在这个啊 历史悠久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呃呃�ph 黑风洞这一边 就建立这样子 这么大厦风景的 这一个现代建筑物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说政府呢 昨天就推荐了一个 全新的平台一个网站 这个平台网站呢 是要倾听人民的心声 以及一些的意见 那么他这个网站呢 叫做创新挑战的网站 就要求民众呢 特别是年轻人呢 在这个上面发表一些意见 来塑造更加美好的一个国家 网站的地址呢 是这个www.challenge.my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名字 那网站呢 是给人民一些脑力的激荡 参与这个全新挑战赛的一个网站 那获得人民这个 投选最佳点子的这些人士呢 可以获得十万令吉的这个奖金 这个年龄呢 是介于14岁到70岁 这个大马公民都有资格参加 首相呢 他也为这个网站的主持推荐的一个致辞 他说政府呢 是需要聆听和这个收集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的一些意见 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呢 将获得政府的采纳 纳入政府的这个政策当中 那吉还说了 他说青年驻国家建设转型 我们认为需要接触青年们 因为他们具有激情能量和拥有很好的一些想法 有助国家的建设和为国家带来转型 这是首相在这个推荐上面所说的一些话 但是我总觉得为什么 你这个网站是不错 要听取人民的这个意见 但是需要用10万令吉 去来收集一条好的意见 这我是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那种 有一点 我这一个我倒不认为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毕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对不对 但无论如何 这个10万令吉只给一个人 对不对 只给那个优胜者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 就算是没有奖金 也会提出他们的这个看法 要怎么让我国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国家 毕竟这个国家是每个人都有份的 那么是这个政府 或许是要每个人都有这个归属感 就让每个人认为说 他们的这个意见是会被听取的 就设立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人民的这一个心声 或是他们有任何的意见看法 都可以传达上去 让这一个政府去参考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十分practical的一个平台 我这么看 因为你看我们两千多万人口 我们说拿10%的人 出来每人发表一条意见的话 我们都有两百多万条意见 是吧 两百多万条意见的话 他政府怎么从这两百多万条意见里面来 来吸收来看呢 所以这中间有点抽奖的含义在里面 对吧 就是大家都都发表上去 然后从中间就抽一个奖励出来 谁来分析所有的这些意见 他完全没有分类 也没有方向 也没有什么 然后来收取这些意见 如果这些意见能够被听取 被收取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多一些 其他的渠道 比如说马华 今天我要 你有什么问题 你通过马华 马华帮你传达上去 那边这个华总说 你有什么问题 我通过我这个渠道 给你传达上去 你那边又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通过他这个渠道 也传达上去 那这人民他如何来选择 他的意见要通过谁 通过什么渠道 来传达上去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仍然是有一些疑问 这个我倒不认同了 因为这一个 例如说是政党 我们看你所说的这个例子 马华政党 或是行动党 任何这个政党都好 那是一个平台 一个管道 让人民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通过他们去解决问题 那么在相比之下呢 这个刚刚推出的 这个平台 这个网站 是比较倾向于 让人民通过 这个平台去发表 他们的这个意见 是如何把我国成为 一个更好的这个国家 或许他会认为说 是我国目前的 这个经济的状况不太好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振兴这个经济的 这个方案 还通过这个平台 去发表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 不同的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这个平台是一个 相当好的这个平台 我们先姑且不要看到 背后的这一个 出发点 他们的这个企图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说 至少有一个平台 让这个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 有很多点子的 有很多创意的这个年轻人 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把他们的想法 传达出来 因为我们看一下 目前我国的这个 当权者 都是高在上的 年纪都相当大了 所以很多时候 是跟不上脚步 尤其是这个国阵的 这个领袖 有人说 308的时候 国阵就是输在 这个新媒体 因为当时很多领袖 都完全不懂 什么叫做面子书 不懂什么叫 推特 这个YouTube 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这一个必要 让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 一起去参与 这样子的一个 国家的建设 让他们成为一部分 这个是好事来的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这个 出发点 或许是没错 但是你这种形式 比较多的成分 在做秀的那个方面 比较少的成分 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方面 好了 那么我们换一个个题来谈 就是 昨天我们有谈到 这个苦行 百里 就是 就是说 要保护 就反公害 那么这个游行 要从关单 走到国会 从昨天 就已经开始 步行了 那 那 昨天就 走了一个晚上 已经睡了一个晚上了 在一个 一个店屋里面 就是 席地而睡 那么 绿色盛会呢 百里苦行 反公害团队呢 昨天 睡了一觉之后 今天早上呢 又继续 到他的下一站 虽然 这个 昨天 参与者 那 比这个 前一天的行程 结束的时间 时候的人数的 已经少了一些了 但是呢 仍然是继续获得 一些民间团体的支持 而且也有人进来 来壮大这个队伍 来同行的 那么 我们看到 就是 由于这个苦行团 叫做苦行团队 有不少的长者 大部分的 都是年龄介于 五十至六十岁的人士 因此 他们 部分的人 在步行的时候 大概九小时 左右的身体 就感到一些 不太舒服了 但是 随队的 有一些中 有一些中医师 利用针灸 按摩等等的方式 帮他们舒缓 比如说腰痛 腿痛 之类的 这些东西 那么 苦行队中呢 最年长者呢 是一个女士 她大概是七十一岁了 她的身体呢 不时走完 苦行的第一日的路程 那么她之后身体转好之后呢 也会继续去坚持下去的 那么很幸运呢 他们昨天晚上所住的地方 那个电屋的蚊子不算多 所以团队的休息呢 还是不错的 OK 她也说到了 就是伊斯兰党 昨晚呢 也有派一些志工团 来守护他们过夜 让他们感觉呢 是有安全 不要有什么的 后顾之忧 那么参加团队的人呢 有一名是来自 柔福州边加兰的这个居民 他就携带这个妻子 和两名的儿女 一家四口呢 昨天就开车 开到关单 然后参加这个苦行 你看 他们有这样子的精神呢 就是开车 开到关单 就参加 再从这个关单 这一边就步行 对不对 对 那么他们一家呢 这项决定呢 是要发挥 互相声援的这种精神 因为边加兰呢 在九月份 九月尾的时候呢 举办过一个 反时化工程的绿色盛会 那当时呢 所有的这些反公害的 这个绿色盛会的 这些组织的代表呢 都有前往出席 那么这一回呢 他们是从边加兰 特地赶来 这个地方一起参与的 那么股心团呢 在这个 昨天早上六点左右呢 就起身 去了早操 就是做体操 还做体操 然后接着呢 又在七点四十五分呢 就出发 一走就是三个小时 那个团队目前的休息的地点呢 他说了 在这个路边的树荫的这些地方 这个发言人 李建聪他还说 他们的午餐呢 是由当地 就是干梦的一些支持者的热心的人士 特地送来来支援他们的 就是给他们吃的 所以呢 你看啊 这个 网络媒体 每天都会在报道着 他们每一天的这个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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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度的这个情况 呃 你你怎么 你你怎么 感觉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股心团的 他们的这种做法 你是否觉得他们有一定的 一定的创意 会达到一个怎么样子的 这种效果 嗯 我觉得这个 他们的这样子的 这个 举动 的确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创意 因为毕竟 要人 这个媒体 或是要这个人民 或是这个政府 关注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需要付出一些的 这个 呃 努力 啊 去引起人民的这个注意 嗯 我相信在这个宣传方面 的确他们是达到了 但是宣传 光宣传是 我觉得是 不太 不太够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到最后 要把你这个苦行 嗯 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嗯 告诉全马来西亚的人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苦行出现 啊 是为的是什么 嗯 也要把这个 关单人民 现在所恐惧的东西 这个莱纳斯 这个公害 这个东西 嗯 带给 这个讯息 带给全部人 嗯 啊 让他们都了解 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 坚决的这个反对 嗯 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看他 到最后一天 到最后 抵达这个目的地的 这个时刻的时候 到底在这个团队里面 嗯 有多少的人 嗯 啊 或是在这个他每到一站的时候 有多少的这个人民 啊 出来的就是呃 支持他们的 去支援他们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间的 这个他们所带来这个讯息 是影响了多少人 嗯 那么我相信 这样子的这个讯息 还有他们 参与他们的这个人数 嗯 我相信 这个当选者 也不应该 嗯 就是啊 当做看不见 应该要去证实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嗯 呃 现在这个环保的课题啊 已经 已经提提升到 这个 呃 一个意识 日程上面来 哈 人民非常关注的 这个这个课题 而且这个课题呢 我们看到这个各种族的人民 都有参与 嗯 这个课题 但是呃 我所感觉到就是说呃 尽管他们这样子游行啊 嗯 基本上我觉得对这个 莱亚斯的这种呃 呃 反对的这个结果呢 收效不大 嗯 感觉是 感觉上是收效不大 嗯 但是尽管这样子 收效不大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些人 还就是这么执意的 要做这么一个 一个 对 这个活动 对对 他他他他他 我相信他有一些潜在的力量 去推动着他们 就是他们 还有他们一些 一些要要 内心要表达出来的一些诉求 我觉得说 他他们肯定 在心中 可能也会想到说 嗯 他这样子的这个举动 嗯 可能收效也不大 嗯 但是总好过 就是坐以待毙 完全什么也不做 到最后真的是 这个已经是莱纳斯来到了 正式运作了 那时候才来 懊恼也是没有用了 对不对 嗯 所以总好过坐以待毙 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具体的 啊 结合这个人民的力量 一起让这个当权者知道说 我们是多么的反对这个东西 嗯 而且再说一层 再深一层啊 基本上今天我们反莱纳斯 并不是纯粹的一个环保的这个课题 嗯 因为这个是远超于环保的 今天我们说环保可以从小做起 嗯 我不乱丢垃圾 我不乱公开焚烧 是 也是环保的一部分 是 啊 我少用这一个塑胶瓶啦等等的 嗯 也是环保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莱纳斯讲到的是超过 远超过于环保的这一个东西 嗯 是因为它是一个呃 对人体有害的这个东西 嗯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 嗯 嗯 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威胁 嗯 啊 尽管你这个莱纳斯当局说 他们的这个安全措施做得非常的好 啊 多么的这个严密的这个检查等等之类的东西 嗯 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 这些这些业者所说的东西不足为信 嗯 所以我们还是人民还是必须要自保 必须要提高这个警惕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就是引起这么多人关注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嗯 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啊 在呃 这个走路的这个同时啊 嗯 你看他是从呃 前天 啊 开始啊 呃 到今天已经是呃 15号了啊 15号他这个25号的时候呢 他将抵达呃 这个呃 吉隆坡的这个独立广场啊 跟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日常的安排啊 那先到了深度深度到的金融波独立广场 嗯 那么在独立广场可能会有一些的活动 26号呢 会来到这个国会大厦啊 啊 那26号国会大厦呢 可能国会当时还没有开完会议呢 嗯 啊 国会会议还没有结束 他也来了 嗯 那么呃 其实到25号这一天呢 你不要忘记这一天是另外一个日子 这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这是一个就是说呃 11月1125呢 是董总要在这个呃 安科莫的前面的那个广场来举行一个呃 和平请愿大会的这个日子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董总这一回要要这个和平请愿的这个这个呃 集会会有一个什么样子 嗯 基本上 请恕我直言 这个百里的这个苦行 反公害的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不行的这个行动 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这个宗旨是什么 是 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样子的这一个苦行的这个活动 嗯 啊 这个我们非常了解 但是至于董总这一边呢 他要提出这个请愿的这个活动 到底请愿是 向谁请愿 嗯 是有关那一方面的请愿 嗯 到底他需要这个当权者做些什么东西 嗯 关注什么东西 嗯 这个我不太了解 嗯 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董总是几次变成了这么极端的这个情愿的这个 那说明你你可能不是华人 因为是华人应该都知道呃 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董总在所有的这个呃 华文报章上面都已经打了这个广告 对对对 都都打了这个广告 就说了这个目前我国华教面对的一些 种种的问题啊 所以是要这个请愿 是好 所以这个是不是延续上一次他们的这个在国会 视为的这一个活动的一个延续片呢 嗯嗯 呃 是不是延续上一次在国内活动的这个延续片 呃 呃 我想我想我想是了 因为呃 呃在你看我们呃 昨天也谈到了这个课题啊 呃 昨天我们谈这个课题 我们就看到就是啊 从呃 今年来讲 325 那520啊 926 然后到1125 对 325的时候呢 有一万多人出席啊 到520的时候呢 在5000上下 到了这个926的时候呢 就不足2000 对对 在在一一节节下退啊 节节下退 到1125的时候呢 这回呢 是不是董总就是感觉到说 呃 要挽回过去这几次节节下降的这个面子啊 嗯 然后呢 就是争取更多的人来 他预计呢 呃 董总啊 今天我看看到了一个一个消息指 就是说呃 有多少呢 有大约啊 52个团体 要会这个出席 这个1125的这个反对教育大蓝图的和平情乐大会的 呃 那么而且董总呢 还在助行更多的人 要参与啊 这个大会 嗯 那当然董总呢 当初呢 是希望有几百个团体出出出席了哈 那目前已经有的是52个 那么呃 董总在他的广告里面呢 也发出了一些这个回职 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要出席的话呢 你就呃 填写上你的这个单位啊 就告诉我们 对吧 呃 但这种情况下 我们仍然呃 看到这个出席的人数呢 未必能够达到董总所希望的这个 这个程度 所以我就这么想 如果是董总今天是为了缓回前几次 他所举办的这个思维也好 这个情愿活动也好 这个人数节节下降的这个窘境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1125的这个大集会 对于董总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悲剧 今天你做这个大集会 或是做这个情愿 你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师处有名的这一个 这个理由啊 去support你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这样子的一个大集会 是否是我国的华人教育 已经是到了岌岌可危 即将被人家消灭了这个边缘了吗 是不是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呢 所以你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要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你的背后的真正的这个宗旨 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子才可以唤醒各界人士 参与你的行列 如果你今天你给的这个理由 纯粹是因为 我认为说董总 因为我是董总 我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才显示出我是董总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话 他这个活动的参与人数 节节下降的 是预料总是 而且我们再看 今天他这一个 主要他这边所说的 1125的这一个大集会 缘由就是要反 这一个教育大蓝图 这一个东西 这个这一点 我是倒不太明白的 就是在这个教育大蓝图 在推出之后 那么这个教育部 这个母艺定就说了 基本上各界都可以 针对这个教育大蓝图 提出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一些见解 然后把这个他们的看法 见解全部就是 就是集合了 然后传到去这个教育部 为什么董总就不能通过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把他们所认为 不妥当的地方 教育大蓝图 不妥当的地方 或是不利于华教的地方 把他这些意见写下来 然后把他做成一个报告 然后传到这个教育部这边呢 为什么一定要搞出一个 一一二五的一个大集会 因为在董总来讲 他们这几十年来 做过很多类似于这样子的事件 到最后都不被重视 那么一路来呢 我们过去也听说说 董总和马华之间呢 都是相互配合的 对吧 但为什么在这一次 就不能够相互配合呢 我们也不了解 他在中间的这个 恩恩怨怨是什么 他癥结在哪里 我们也不十分的了解 但我仍然非常关注的 就是说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并不反对董总 就是出来去表达他的这个意见 但是仍然像你所说的一样 他到底意见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呢 不是十分的明确 如果你是说要反对 这个教育大蓝图 那其实你未必需要 这么样的动作 因为你这样的动作的话 不代表你能够反对得了 这个教育大蓝图 对对对 绝对赞成 那么再说成一层 就是在这个九月的时候 这一个他们在国会 这个旧王大会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旧王大会 这个董总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了 这个旧王大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旧王大会 他们是要救这一个我国的这个华文教育 已经要被人家迫害 倒已经是要被人家连根拔起了 那么接着他又转了 又说是因为今天这一个副教育部长 魏家祥没有办法为华教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声讨他 结果这一个声讨又变成了突然间又变成了另外一个 就说今天是希望政府正式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到底他举办这样子的这一个大会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要声讨为家祥吗 还是为了拯救我国已经要瀕临绝肿的这个华文教育吗 还是只是希望我国政府正式教育 华文教育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魔谱 好了那我们这个就拭目以待了 这个1125呢 究竟会有多少人响应这个董总的这个号召 到那边去参加这个和平起源的大会 而且在这个大会上面呢 又能够传达怎么样子这个讯息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都应该支持的 就是说人民要表达他的这种新生的这个权利 是得到承认的 得到这个认同的这一点 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呢 我们来谈今天的这么一个课题 就是你看在华社里面 两个主要的滑稽政党 一个是行动党 一个是马华工会 马华工会在这个308大选呢 就是就是兵败如山倒 可以这么讲 但是行动党呢 在这个308的政治海啸中呢 就是拔地而起 就是赢了很多的这个席位 那接下来我马上又要面临的 这个另外的一轮的大选了 对不对 那么从行动党来讲 或者马华来讲 各有各的家世 各有各难念的一本经 一会儿回来 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党 最近所有的一些动向 是我们回来见 就在这两个党之后 都没有来的